男嘉宾小鹏来自甘肃21岁学生 来 有请小鹏 有请 女嘉宾小王来自甘肃21岁学生 来 有请小王 有请 欢迎两位 同学是吧 是 谈了几年 两年多吧 今儿为什么来呀 今天主要是我小来 在一起也经历了挺多的 一起曾经也有过快乐的时光 但是这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矛盾 也让我们两个心里也不舒服 这不最近又发生了一些矛盾 然后就是吵架呀 冷战 但是我也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想挽回一下 发生什么冷战了呀 在外面出去玩了一天 然后回学校的途中 看见有个买地瓜的 然后我就说想吃地瓜 然后就过去买了一个地瓜嘛 方总平时这种东西 他都是不会吃的 所以我也就用惯性的思维 我那次不吃呀 行 当时我第一句说了一句 我很惊讶说你也吃吗 我说之后你的反应 你的反应让我感觉到你今天是想吃地瓜 然后我马上知道我说错话了 我就哄着说 我说没事没事 不是买了一个吗 咱俩一人一半不也行吗 然后你给我的态度是 听到你不想让我吃 所以我也可以不吃 你自己吃吧 可是你说这个不吃 你是带着情绪的 你带着情绪 说着不吃这个话 就让我觉得 我这个女朋友 在你心目中是一个自私的人 不会想着 我从没觉得 因为你在我看来很自私呀 可是当初你是带着 有情绪的话说 你是带着那种情绪 说你自己吃吧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 让我先说完吗 行 你先说完 你当初说那个 嗯 我不吃 你自己吃吧 你这句话是带着情绪的 你可以仔细想一下 如果没有带着情绪 我干嘛无事生非是吗 不过我当时觉得 没事嘛 这就小事 就一口吃的嘛 也不算什么好吃的 然后我就哄了你三次吧 三次 是不过三呀 我觉得你是不尊重我 你直接把它扔进垃圾图里呢 行 你想一下 不尊重你之前 我干什么 我在一路上面一直在哄你 我说没事没事你吃嘛 我又不知道 你不吃这个东西 我也没觉得你说 你自私啥的 是吧 后来呢 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 后来我扔了之后 我扔之后 他也没追过来 或者说是拉着我的手说 哎 你干嘛扔了 你不吃你给我呀 他也没说 他然后把我给他那一把 自己也扔了 我肯定不能再吵架呀是吧 不是 我最生气的 我最生气的就是 咱们两个从买了那会儿 买了地瓜之后 感觉有点气氛不对的时候 走了十分钟的路程 他就一直没有跟我说过话 三句话 唯一的三句话 还是我跟他说的 我说你要不要吃口呀 你要不要吃点呀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今天要吃地瓜 还是我说的这三句话 他是从头至尾 一句话都没跟我说 也没有看着我 包括他跟我说 你吃吧 我不吃这句话的时候 他头也是别着那边的 吵完架之后 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嘛 是吧 要在平时的话 我和他聊的也挺多的 每天都会把彼此 发生的一些事 对啊 那我想问 为什么你吵架的时候 来到吵架的时候 我就不是你女朋友了嘛 这个学什么专业的姑娘 法学 你不要把那个亭上的那些东西 带到生活里嘛 好不好 那倒也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他勉励不够呀 小伙 这是在谈恋爱的问题 当然 主持人 这个问题 我想声明一点就是 我是今天才知道 让他早上叫我起床 他会提前打闹钟队 五分钟到十分钟 我现在知道这个 我是挺感激的 我也挺开心的 觉得自己有点幸福 当然 我让他早上 你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我让他早上 幸福这是肯定有的 不幸福肯定也是存在的 如果说是单纯的幸福 我今天也不会站到这儿 是 哲学家 来 哲学家 然后呢 当然我让他对老钟叫我 我也肯定给自己对老钟 我不可能把我的希望 全不交托他是吧 我之所以让他监督我学习 就是因为 在我的学习中 让他觉得 他是我学习中 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让我们觉得 我们彼此是在一起的 可以有那种 一加一等于一的感觉 让他感觉到 我的优秀中 有他的一部分的努力 让他感觉到那种成就感 我觉得我这是 出发点是为了我们的 感情更牢固 但是这些我也都给你说过呀 就算我们以后 结婚以后走在一起 也会让他觉得 我们曾经一起努力过 我觉得这些 如果说我当初这个出发点 让他现在觉得 他是成为了他的负担 也成为我们感情中的不离开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 和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好 等等 我直接问吧 绕死我了 你坚重他学习 是你的负担吗 不是负担 OK了 这件事要过了 那你现在说什么 行 好 接着提 接着提 快 接着提机会 快 你说了这个事情 我突然想起来 你之前 不是 应该不是他说吗 姑娘 不 让他说 他让我唤起了 曾经的那种 美好的回忆 不 很扎心 扎心 扎心 你知道吗 扎心 他现在就老抱怨 他上学期吧 一直就抱怨我说 我们两个不像正常男女朋友 说他和我在一起 感受不到 普通男女朋友之间那种快乐 说我陪他时间少 不陪他吃饭 不陪他散步 在妥一所学校 一周也见不了几次 一周也见不了几次 那说明一周 最起码见了几次是吧 我应该庆幸 我很庆幸 比起那些异地恋的朋友 我觉得 你和我太幸福了 因为我们两个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网上聊天 我就感觉他在和现实中 感觉就是两个人 不一样 对着人家说 是是是 那你也没有跟我明说 让我现实中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我也不能 邀请你做什么 等等 先别辩论 先说事实 你刚才说很扎心 是怎么扎心的 他就这么说 然后天天就说的 我好像不在乎他 他在我心中没有地位 好像是就说 你在不在乎他 在乎呀 如果不在乎 现在站在这儿干嘛 我还会受他的邀请说 站到这儿吗 我在这儿 瞎浪费什么时间 哎呀 你这个孩子绕死人了 谈个恋爱谈得好累 累不累 他就是觉得 说实话累不累 有点吧 但是 享受享受 幸福 幸福还是挺多的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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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还要说扎心的事吗 你要不说 我就让他说了 让他说吧 你说吧 扎心的意思就是 你扎心还是他扎心 我扎心 是扎 他扎了你的心是吧 对 那次我迟到了三分钟 三 然后他等我三分钟 然后他就不等我 然后他就让我写 那个1314个字的检讨 为什么是1314个字 代表一定的寓意吧 我是等够了三分钟 走了之后才给他发的 并不是说时间一到 我连一分钟都没有的 我是等了他 就三分钟 而且单纯的写检讨 不是因为他迟到了 而是我看中的是 他迟到了 为什么给我 给我没有说清事由 我当时也给你 我不会看表面 像他那么肤浅的生气 我是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你为什么没有 给我说理由 我给你道歉了呀 我说下次 肯定不会再这样的事了 但是之后也没有发生 这样的事是吧 那就说明杰少写得很底力 见效了 以后没有发生过之前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他后来又让我写 5210个字 啥意思呢 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那天我熬夜熬到了 不是你5210个字 你都写些什么呀 等一下 你写的那5210个字 就你的那文采 还是我给你改了之后的 你还改检查呢 我要检查呀 不然让我觉得 他又无所谓了 不是检查啥呀 检查他里边 把他那些错误 有没有写进去 不就迟到了三分钟吗 不 我说了 我再会不是这三分钟 而再会是他的一个态度 不是态度怎么了呢 道歉的态度 不是带着点轻浮 道歉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清室友 说是 其实那件事情的 不是道歉的轻浮 真实是那样的 你要把这个事情先要理清楚 是你没理清楚 不是 你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而已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你也没有问 来 我问一问姑娘 那天到底他为什么迟到了呢 这个迟到原因 就是刚开始嘛 那个自习结束之后 我有几本书是放在他那了 我晚上回去的时候 我要把书带回去 第二天要急着用 然后我问他 他说他方便 他可以在我下自习的时候 给我带过来 结果下自习之后 闭馆了 人都出来出来 那出来很多 就我一个人在那儿 孤立正站着 好像左望望右望望 就是自己望不见 自己要等的人一样 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他突然发了一句消息说 我刚打车 你稍等一下 我就问我说 你干啥去 你不是在学校 然后他就支支吾吾地说 我今天和朋友出来吃个饭 其实这个是他可以提前跟我说的 如果提前跟我说了之后 我肯定不会让他两面为蓝的 你在外面跟朋友一起 你就要玩得开心是吧 因为我当时算的时间差不多的 你当初算的是吧 打车买来几分钟而已 你知道什么叫预算吗 后来就因为这个 他跟朋友在一起吃饭 晚了三分钟 是不是这意思 我问清楚没有 合适 合适了啊 咋写呢 这五千多字怎么写 我就搞不清楚 没事 电子版的 那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我也到了 你错在哪儿了 你能告诉我吗 不应该迟到吧 当然这个问题 我也是很注意的 就是那天打车 确实司机过来都完了 我也 那应该让司机写检查呀 这也不能怪司机 这主要确实是怪 这是怪谁呢 怪我 怪我 还有就是一个 现在我们俩都选择考研嘛 都考研 对 考研 就面临这个城市和学校的选择 包括这个专业呀 就是感觉 可能他给我的一个答案就是 本来是要约好 他的考 最起码一座城市 一座城市嘛 但是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好像要和我分开的那种 就在这方面产生了很大的 比较大的一点分数 就是两个人要考不同城市的学校 是这意思吗 对 对 对 是这样吗 姑娘 这个之前的话跟他一起交流 有过考 最起码考同一个城市的学校研究生 这种想法 可是后来吧 我就觉得没必要了 尤其这几次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 我干嘛把我的未来也跟他牢牢绑在一起啊 现在过得这么痛苦的 以后要是绑在一起 痛苦的还是自己 我就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的以后也 现在那么肯定地绑在 而且出于理性 出于本分 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是 一定要和你考在某一个城市 某一所学校吧 是 是 你这个难道不是要看轻松吗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啥意思 我没听懂 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当然今天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 能够调节一下我们的关系 我也是想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 毕竟有两年多了嘛 消除也不容易 彼此也确实心里也放不下了 是吧 不是 是你放不下还是他放不下 我放不下 那个 我能问点其他的问题吗 可以 你喜欢他吗 问得不严谨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喜欢 我为什么跟他处了两年 如果不喜欢我为什么站在这 对对对 这问题废话 接着再问啊 问废话你体谅啊 没事 是得让人体谅你知道吧 那个 你喜欢他什么呀 这个要从我们认识开始说吧 好 其实说喜欢他嘛 就是刚开始 我不是要俯修立门专业 你行吗 是不是 不是 你没想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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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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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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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已经做得不错了 你还要整死他 没有啊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不改变 你遇上十个男人 一百个男人 有百分之九十 跟他一样 或者比他表现得更差 只有剩下的百分之十 或百分之一 才有可能成为 你所说的那个样子 但结果也处不成 所以说姑娘 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 赢了嘴 输了情 你有意思吗 到这个时候 你倒是笑了 但是一时一脸苦笑 就这样 好 谢谢陆老师 你咋了 又沉默了 我说说你的感受 听完老师 所以老师说的 我也感觉自己 确实是做错了 不应该 两个人应该相互沟通 相互 我也不能保持沉默 有问题 要相互考虑一下对方 不能自己 任意自己的个性 他不保持沉默 他怎么办 他又辩不过你 他只有避嘴 说了也是被你说死 干嘛自豪无趣呢 为什么说的话 一定是要 争锋相对的那种呢 如果说是 平时呢 他就要软下来 你就不行了 你要碰上一个像我调底 我们两个看谁 变得过谁 我软过呀 你软过 在这个舞台上 我没看你软过 我只看现在 当初的我看不着 不发表评论 在这个舞台上 你字字猪击呀 那我不知道老师 评判的前提 是只看这个舞台上面的 我不能不做 不客观的判断 我只对我看到的 做判断 你们之前的事 我看不到 你在这个舞台上 在众人面前 都能这样 在平时可想而生 只能有过之 而无不及 这也是逻辑 不过挺感谢的 客观的判断 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就老师刚才说一番话 嗯嗯嗯 我很感谢你在表扬 我们的时候 都这么理性 以后多拜托 你拿点表扬给她 鼓励她 其实女生 我觉得有一点 大概你特别要 汲取一下 倾听 我觉得倾听 你不仅仅是听她 就在今天这个现场 其实四位老师 每个人跟你说的 都说了很深的 一些生活道理 这四位老师 你有没有认真的倾听呢 其实你就问你自己 一个问题就行了 首先想这个男生 是不是你真喜欢的 如果不是 就算了 咱们不为谈恋爱而谈恋爱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今天来到这儿 我也明白了许多的 之前是我们两个人相处 可能是有问题 但是来到了这儿 我也是想挽回这段感情 希望我们在今后能够相互多一点理解 包容 然后我也会改变我以前做的一些不对的事 只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好好的发展 毕竟我们之前也曾有过相处的也挺好的 我不想因为这些小矛盾而失去了这些成为一辈子的遗憾吧 你说遗憾呀 其实我觉得都是些小事 这些道理老师今天说了 就算老师没说我之前也明白了 我也可以做出退让 可是你今天把我推到了 好了 时间到 好 谢谢老师 先回吧 谢谢 谢谢 来来来来 请问 来吧 看结局吧 请看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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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嘛呀 这也不高兴啊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可以浪漫一下 之前是我做冷队的思想很入冷战 然后现在我也知道我的错了 然后我们以后好好消除吧 来来来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高明老师 谢谢两位好 谢谢两位好